好了啊 今天最后一个新闻 跟大家聊聊关于台湾 关于中美博弈的新闻啊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新闻 大家得有点心理状态啊 就是有点心理准备 之前我跟大家说了 今天聊的新闻 基本上都是相关于中美博弈 以及美国 对不对 到底会有一个什么样结果的一个新闻 以及中美博弈的烈度 到底有多大的一个新闻 今天这个新闻 其实就是中美博弈烈度 非常大的一个新闻 而且这个新闻 可能很多的咱们 咱们啊 中国的朋友们 然后的话可能啊 就不会那么的开心 但是啊 大家得知道啊 虽然不开心 但是未来就在那里啊 未来在哪里啊 大家听我们慢慢来聊啊 这是相关于啊 美国的P8A 飞越台湾海峡的这样的一个新闻 首先跟大家读一下这个新闻的标题 咱们中国军方表示啊 美军的飞机啊 飞越这个台湾海峡 威胁了地区的和平 大家发现没有啊 这个威胁 指责对方威胁啊 区域和平这个事情啊 已经落到了中国的手里啊 然后的话 再跟大家简单的读一下这个新闻的里面啊 根据中国官媒央视报道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啊 失忆啊 陆军的大校 表示啊 美国啊 一架P8A反潜巡逻机啊 穿航台湾海峡 并公开炒作 中国人民解放军 东部战区啊 组织空中和地面兵力 对美机啊 行动全程跟踪警戒 他表示啊 美方啊 行为蓄意干扰 破坏地区局势啊 威海台海和平稳定啊 我们对此 表示啊 将决的反对 地战区部队啊 随时保持高度戒备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美国海军没有立即回应啊 路透社的置评请求 首先咱们从简单的从这个新闻的表面上来说啊 现在中国开始指责美国人 Truplemaker 麻烦制造者 扰乱了地区的和平 对不对 然后慢慢慢慢的中美之间的这种博弈 中美之间的这种指责 劣度会越来越大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原来都是啊 美国指责中国什么什么啊 这个这个这个威胁其他的国家呀 对军备竞赛呀 对中国威胁论呢 对不对 中国破坏了区域的和平啊 等等等等 都是美国说这种话 然后现在这个形势开始发生了转变 从现在开始 多认知啊中美这种态势的转变 它可能会带来什么呢 带来的可能就是中美之间的这个劣度啊 博弈的劣度会越来越大呀 然后的话刚才跟大家说啊 这种新闻可能会让咱们很多中国的同学们 然后不开心 为什么原因很简单 这是美国的P-8A啊 大大咧咧咧的啊 从这个台海的上空飞过呀 对不对 穿越台海的上空啊 等等等等 然后咱们这边的既没有击落啊 然后也没有怎么怎么样 虽然说我们的这个路地面的兵力和空中啊 的兵力啊 都对美机美机啊 全程什么根肩啊 警戒 虽然说是这种情况 但是的话他竟然大大咧咧的从这飞过去 生气 我相信每一个咱们中国的同学啊 希望中国越来越好的同学都会生气 但是这个生气啊 大家想想是为什么 大家真的想想是为什么会生气 归根结底的原因啊 可能美国呀 然后他不是像现在的这个台湾的这个伪国军 对不对 台湾的这些飞行员没事干了 掉一架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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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大家都知道 这个掉飞机的归根结底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非常非常诡异啊 美国的呃 台湾的这个训练量也没上来 台湾也不是每一次解放军的飞机啊 什么什么穿越了什么台湾的这个周边 然后呢 这个台湾的飞机也会跟上了 现在也基本上不上来了 可是就算是不上来 就算是训练的量没有起来 那为什么台湾的飞机老往下去掉了 大家得知道一个核心的原因啊 电站呢 电子站呢 然后咱们这边电子站的能力 绝对是在这个台湾这个伪国军的这个飞机啊 这个空军之上 所以说台湾这个飞机啊 非常倒霉 没事干了就往下去掉 当然了 也有可能他自己那个飞行员的水平太刺 这样的一个原因 当然也有一些电子站的上面的一些原因啊 大家也知道一个前提啊 电子站就可以干扰对方飞机的设备 然后导致对方的飞机啊 飞行员啊 做出一些错误的一些操作 从而让对方的飞机失去战力啊 这是电子站的第一要求啊 然后呢 讲电子站是为什么呢 因为 现在美国的这个飞机啊 能够这么大大咧咧 然后从这个台湾海峡上空飞过 其实有一个核心的原因啊 那就是中国 咱们解放军的 这个电子站的这个能力 可能还没有完全压制美国的空军啊 当然了 为什么没有完全的压制 当然了 美国还是世界的第一位啊 对不对 美国的这个军事的科技啊 还是世界的第一位啊 想要完全的压制美国的飞机啊 也确实比较难 这是核心的原因 这可能是咱们中国的一些同学们 不开心的一个原因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原因 对不对 那刚才跟大家讲了 这是代表中美博弈烈度越来越大 对不对 烈度越来越大 不发生战争的一个情况底下 但是双方在会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上面进行博弈 包含美国人派着这个P8A 从这个台湾海峡的上空飞过 这也是一种博弈的一个行为 但是啊 问题就来了 美国这回来可以 我相信各位啊 都知道解放军或者咱们国家是如何发展自己的 我们哪不行 我们在哪就拼命的发展 对你如果要合作 你不跟中国进行博弈的话 中国还没这个劲儿进行发展 对不对 可能还不会啊 那么着急忙慌的赶紧发展出来 那大家也都知道 从2018年开始中美贸易战 中国是如何发展的 中国的海军 中国的空军是如何发展自己的 如果说啊 中美之间还是和和平平 和和气气 开开心心 一起携手向上发展 中国啊 对不对 然后的话 那个什么舰队的下水啊 对不对 飞机的这个研制啊 可能都不会那么的着急 但是随着美国跟中国翻脸的话 中国这些东西都跟上来了 而且发展到05 这种大区 你美国是没有 我完完全全先进于你美国的这种状态 而且大家也看到了 咱们的福建号 基本上开始跨代发展横空母舰 这种情况了 你美国只能眼巴巴的这么看着 对不对 你没这个能力 什么叫常规航母 上这个电子弹射 你美国有这个能力吗 所以说呢 中国现在正在自己努力的发展自己 就是因为中美博弈的烈度不小 现在美国又来到了这种状态 大家都知道 刚才跟大家说了很多遍了 中美的这种博弈 是在不发生战争的情况底下 对不对 美国也不会 对不对 在台湾这个问题上面 我相信明眼人都知道 美国不会在台湾这个问题上面 派美国大兵啊 派十万美军登陆台湾岛 对不对 如果美国这样做脑子有问题 为什么呢 对不对 原称火箭炮啊 原称火箭弹直接覆盖台湾岛 你美国人 你登台湾岛 对不对 那真的是帮解放军继续刷经验值 所以说呢 美国不会在台湾岛这个问题上面跟中国怎么怎么样 可是美国你想要影响中国人的面子 利用P8A这种飞机跟中国进行博弈 可以 没问题 中国刚才跟大家讲了啊 电子战的能力现在完完全全压制了 这个啊 为国军 对不对 那你美国来了 那咱们进行博弈的机会就更多了 那互相的这些手段能力就会越来越了解 也就会知道慢慢的摸出来对方的优点 同时也会摸到对方的缺点 如果解放军真的是摸多了啊 这个这个啊 美国的这个飞机的身上的缺点的话 那未来呢 中美博弈 大家想一想 我真的是画面太美 不敢想 为什么呢 就连军事科技也要完全超过美国呀 这个空军啊 中国解放军空军这个实力 如果说啊电子战能力完全超过美国 这个画面大家不觉得很美啊 可能啊 可能有些同学会说啊 你老五是不是想太好了 是不是想太好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只要中美博弈啊 这个烈度加大 你像这个P8A这种穿越台湾海峡 这种事情继续发生 然后呢 就代表中国肯定能够找到美国弱点吗 难不成美国就没有办法完全压制中国吗 你老五想太好了 但是大家都得知道一个前提啊 为什么我这样去说 归根结底的原因 中美两国的博弈 然后呢 他都要靠着基础的 这个基础就是中美两国的实力啊 国力啊 对不对 然后解决问题的能力啊 对不对 什么叫实力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啊 看一看美国的通货膨胀 美国有解吗 对不对 看一看美国的通货膨胀 美国有解吗 然后中国 对不对 然后呢 解决问题的能力如何 对不对 为什么中国的这个福建建能够跨代发展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咱们就好好想想 为什么05的大区 然后能够超过美国 当然有美国自己的问题 但是也有中国发展对了的问题 中国的经济啊 中国的世界上的影响力 中国跟欧洲的关系 中国跟俄罗斯的关系越来越近的话 对于美国来说是好事是坏事 对于美国自己现在遇到的问题 经济上的问题 等等等等 是好事是坏事 如果中国持续向上发展 就跟现在一样 对不对 然后欧洲 然后整个亚洲 还有还有俄罗斯这样的国家 跟中国保持一定的关系 然后让中国往上去发展的话 美国怎么办 就跟美国跟欧洲的关系一样 美国跟欧洲的关系正在减弱 欧洲人这也正在脱离美国人的控制 欧洲人都自己去找伊朗人 谈这个伊朗的核问题 虽然说啊 背后是欧洲人想要伊朗的石油天然气啊 虽然说是这个原因 但是总而言之 欧洲人已经慢慢慢慢开始脱离美国人了 美国人自己国家经济也出了问题 自己的盟友跟自己这个国家也出了问题 大家想一想吧 美国对不对 然后跟中国未来谁会更好 谁会更坏 如果中国国家实力 国家的能力对不对 然后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等等等 都往上去走了 中美博弈 你像军事上的博弈 中国还更有钱 对不对 你美国经济上出问题 你美国没钱 中国更有钱 就跟福建号 就跟中国的055大区 中国就跟中国发展自己的军事科技一样 我有钱 我能发展 你美国怎么办 对不对 你就继续怎么逗下去 逗到最后 画面太美 我不敢想了 我相信各位也不敢想 对不对 空军电子战的能力啊 都要超过美国了 你说怎么办 对不对 不过呢 这也就是啊 怎么讲呢 这也就是中美中美博弈的一个未来烈度加大的一个表现 接下来还要跟大家讲一个啊 就中美博弈烈度加大的一个表现 这个是个新闻的来自于台湾 来自于台湾那个大聪明 那个卧龙和那个凤初 你知道吗 都不如的这个江启臣 这个国民党啊 对不对 江启臣啊 今天啊 这个这个啊 已经开始做了一件硬事啊 标题是江启臣今率台湾的立委 访美了 然后呢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 江启臣说啊 除了将台湾人民的声音 台湾境内的多元意见 传达给美国并加强交流互动 他也将拜会啊 这个侨界和台商听取侨胞意见 一起为深化台美关系 而奴隶啊 对不对 然后呢 等等等等啊 这个这个也是啊 这个立法院 哎呀 大家稍等啊 大家稍等啊 抱歉啊 刚才电话响了啊 继续跟大家聊啊 也是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 召集委员的江启臣称 立法院是台湾的最高民意机关 其中外交及国防委员会 代表民意监督台湾外交国防 乔务以及国安等相关事务啊 是展现民主多元意见啊 以及立法监督行政的重要场域 以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名义 进行议会外交实地考察 更具意义与代表性 然后呢 大家可能会讲啊 看到这个江启臣啊 也就是现在这个国民党 然后又去又去美国了 然后很多的朋友可能会骂 然后这个啊 这个国民党想要干嘛 想要干嘛 我跟大家解释啊 想干嘛 中美博弈的烈度加深 这也是另外一个例子啊 然后的话啊 跟大家读一下啊 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江启臣带哪些立委去 大家就知道他的目的 他到底要谈什么 江启臣这一这一团呢 随行团圆 包括国民党的立委 吴思怀 叶玉兰 李维德 洪孟凯 以及武党籍立委 林长佐 大家都知道啊 那个畅摇滚的 那个林长佐啊 然后的话 总而言之吧 第一位就是吴思怀 他为什么要带吴思怀 吴思怀是将军 我相信很多同学都了解 是将军 对不对 将军是干什么的呢 那是军人 军人去美国要干嘛 那肯定是跟武器相关 大家知道了吧 这就是中美博弈的烈度啊 就中美之间的博弈烈度越大 其他人都会被影响 刚才跟大家讲了新加坡 新加坡这的国家 虽然说最近啊 对着日本 对着韩国 都说的非常用气的话 虽然是这种情况 但是新加坡面对现在 中美博弈烈度 加大的一个情况底下 他也只能出来说 我既要这个印太的经济 经济架构 也要中国的全民发展倡议 全球发展倡议啊 等等等等 反正中美两国的好处 我都要 没办法了 互相的拉扯太大了 新加坡这种国家 虽然说最近看起来比较艰巨 但是被夹在中间 现在也只能 我拉住两边 我两边都要 两边你别打别打 这是新加坡的想法 然后对于台湾 其实同样如此啊 他跟新加坡不一样 但是他能够感觉得到 然后的话中美两国 中美博弈的烈度开始变大了 这个烈度变大 虽然说啊 虽然说啊 这时候中美两国看起来不会发生战争 但是对于夹在中间的这些小势力 影响特别大 他必须要做选择题 而且这个选择力度要加大 新加坡对不对 然后强头草 他必须要加大自己强头草的力度 要像台湾 像国民党这些啊奇奇怪怪的不中用的玩意儿啊 然后呢 选择美国 之前朱立伦就选择美国嘛 亲美反共嘛 现在力度要加强 为什么 中美博弈力度变大了 一定要分个胜负出来 不玩合作 对不对 横下一条心 我就是不合作了 我们底线已经画清楚了 对不对 我们不会发生战争啊 只要我不保证啊 只要我保证不发生战争 我们怎么样博弈都行 美国有这种想法 他就会对于世界上其他的一些中小型的势力产生极大的影响 这个影响来到了台湾 刚才跟大家说了啊 然后对于这些中小的势力 尤其是台湾这种小势力影响会极大 新加坡也受影响 台湾的国民党也受影响 国民党这个时候必须要加大筹码 什么筹码 偷钱呢 对不对 所以说啊 这个吴思怀 对不对 这种啊 军人 劳 劳病啊 劳病啊 劳将军啊 这个韦国军啊 韦国军继承了光荣传统的韦国军的这个吴思怀 也就去美国 肯定要买美国武器 不管买什么 大家不要一听到武器就觉得怎么怎么样 买什么武器都没鸟用 对不对 你买F22 你不见得有用 台湾 现在就是这种情况 因为大陆这边发展太快了 你买F22 也是挨揍的 所以说呢 买武器 大家别担心 买武器背后的意义比较重要 是什么呢 是我给钱 大家明白了吗 就台湾这边 有一有一个想法 就是我给钱 美国爸爸别走 美国爸爸 你想想吧 我给你钱 我买你的垃圾 我买你的垃圾经典款 那些武器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你别再拿我的台积电了 美国爸爸好不好 对不对 然后的话 我们特别乖 对不对 我们给钱 真给钱 所以说江启臣带着吴思怀去了啊 对不对啊 然后的话 必须要加重柱 加重麻 因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中美博弈烈度变大 要做选择题 中美博弈如果烈度没那么大 大家就不会看到这些中小的 这些势力 政治势力 做的这种千奇百怪的这种表述 千奇百怪的这种表达 新加坡都已经开始 对不对 我就是强头草 这种态度就来了 我既要这个印太经济 经济架构 又要全球发展倡议 对不对 我都要 我都要 这种强头草的形象都起来了 台湾这边国民党也疯了 对不对 因为他们 大家都知道 国民党 尤其台湾这个国民党 这个这个精神上啊 不大正常 对不对 天天的骂大陆都快骂疯了 天天玩自己形态 对不对 总共认知 他不想导向大陆 大家也都知道 台湾的顶层人也不想 然后的话 那美国也不想 因为台湾损耗自己的实力 美国也想要加深自己的实力 这就是为什么 美国人要把台积电挖去美国 对不对 那国民党这些人知道 我不想导向大陆 怎么办呢 只好把钱交给美国呀 对不对啊 哎呀 钱给美国 钱给美国 我们给钱 我们给钱 买武器 对不对 这个你美国 你对我缓一点 缓一点 我还有钱 还有钱 给你别走 别把台积电挖走 我们还值钱 然后的话 出现这种情况 大家不 大家不觉得这是个好事 对不对 大家不觉得这是好事吗 为什么是好事 继续给钱 继续给钱 对不对 你总有给完钱的那一天 这个台湾的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买武器的钱 基本上都是台湾的这个老百姓交的税 对不对 交的税 台湾的老百姓越来越穷 然后呢 因为什么呢 因为啊 这个台湾的这个税钱 老百姓交的税 不能应用于台湾这个岛上面的发展建设 而只是啊 交给美国人当保护费 那台湾这个岛怎么发展 越不发展 它越穷 越穷 能够拿出来的这个税钱 它也就越少 拿的税越少 也就只能拿出很少的一部分 来买美国的武器 越来越不值钱 美国早晚也会把台积电拿走 但是拿走那一天 台湾这个岛完蛋 为什么呢 没有钱发展自己了 对不对 没有钱发展自己了 老百姓越来越穷 最好的那个企业 台积电也得给挖走 台湾这个岛还剩什么 满目疮痍啊 对不对 这就是中美博弈的烈度 越来越大 给台湾带来的影响 台湾就这么选择 死路一条 所以说呢 这种博弈到最后啊 你得做选择题 做的对了 可能真的是赚的盆满不满 赚的做错了 倒霉倒大 没自己担着 这就是台湾的未来 总而言之啊 今天这个新闻跟大家讲 然后从他这个美国的P8A 从那个江启臣的表现 大家也能够看到 中美博弈进入到了一种状态了吧 就是各个角度 我都在博弈 但是这种博弈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归根结底 还是那句话 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要看自己国家的实力 是否增长 那大家觉得啊 看到中美现在这种表现啊 中美双方的这个实力的 这个这个互相的削减啊 互相的对不对 然后呢 那么的针对啊 谁会更好 谁会更坏呢 答案自己去想 大家自己去想 然后的话 你看一看台湾 对不对 江启臣 去美国很多同学啊 要生气啊 你这个国民党又卖 卖卖卖出卖中国人的利益 对不对 上面一个朱立伦卖完 你江启臣又继续去卖 真恶心 但是大家别生气 为什么呢 因为你就卖吧 卖到最后 跟不着别人 对不对 台湾人自己看清楚 你们的这些政党 什么样的一个形象 你们的这个政党 是到底是为了谁的利益 在做事情 台湾人早看明白 他就少做这种坏事啊 因为他们做的事情 都跟台湾相关了 那总而言之啊 大陆的啊 很多的同学也不用生气 这是好事啊 你要真的是很恨台湾的话 你在旁边喊加油就行了 加油加油 继续给钱 继续去美国 你别什么朱立伦 江启臣去 你所有人都去 对不对 然后呢 什么都买 对不对 然后呢 把钱都给美国 你就看一看台湾的未来会如何 就行了 好吧 今天这一期啊 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